画面中一只羚羊不知道什么原因 呆坐在水里一动不动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已经淹死了呢 而野狗家族也出现在了河边 终于有一只勇于探索的野狗带头打头阵 可当它前脚刚伸进水利却又推了回来 小编猜测应该是一个水利有电吗 把野狗给电得一击零 而那只羚羊估计就是被高压电给紧紧的粘住了 想挣脱又挣脱不了 最终野狗忍受着强烈的点击 终于靠近了羚羊 小编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到不怕电的 难不成是因为被电多几次就不怕了吗 野狗想要把羚羊拖上 但好像凭它一人的力量似乎不够用了 好在不意会它的同伴赶来了 两只野狗忍受着电击 缓缓的把羚羊往岸上拖 这头羚羊可真都大的 体型很有两只野狗夹起来那么大 要说它拼尽老命挣扎的话 还是有可能逃脱的 可是它竟然傻傻地任由着两只野狗拖着 也不知道反抗一下 难不成是被电太酒电麻了吗 这时又有两只野狗赶到了 上来对着大羚羊就开始掏了起来 看来它们是急不可耐地想吃肉了 最后经过一大群野狗的掏心掏肺 大羚羊不出意料地倒下了 野狗群迫不及待的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这吃相就跟饿死鬼投胎一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们三千恶酒顿呢